哈囉各位好 我是極度專業 歡迎收看極度專業DIY教學 好來 又是我們這台小猴子 我們這台小猴子遇到什麼狀況了 我們看這化油器這邊 空蕩蕩的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是買了一個 因為他原本的空率其實不好裝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海綿也不好買 就改成這種把蠟頭 我先把這個拆掉 喔唷 不亮 不會到這麼亮 漂亮漂亮 拆掉之後 這個就裝上去 扣上去 扣上去就好 扣上去之後 這裡 這就是 大家以前在玩的那個 這個拔蠟頭 啊吸氣的事 就是 你不裝空濾盒 吸氣聲就會很大聲 這個鎖緊 才會漏氣 才會掉 OK 那我們就拔蠟齁 就裝好了 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 阿不對 太怪了 我跟你說 因為之前 空濾盒 有看我們前面影片就知道 我們有拆這個空濾盒 那 裡面那個海綿要換 其實也挺麻煩的 那改成這樣子 我們眼睛看得到之後呢 一些 空氣箱吹一吹 要換也方便 OK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加分享 記得什麼 開啟小鈴鐺 掰掰